4.4 Chapter 4 Simultaneous Equation 这个是 Simultaneous Equation的第二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是用收获例子来带入这个题目的 好,那我们去Example 1 In the diagram above, the area of triangle is 4cm squared Parameter is 25cm by the possible values of x and y 好,第一个它给你的资料是Area 它告诉你它的Area是4cm squared 然后它告诉你那个Parameter是25cm 那你就可以用这两个资料来写两个Equation Either Linear或者 Non-Linear 所以你看Area OK,Triangle的Area是多少? Triangle的Area就是1分之1乘长乘宽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就可以写出 1分之1乘给2x乘给y等于4 所以我们简单化来写 就是可以xy等于4 这个2跟2三掉就剩下xy 所以这个是你拿到的第一个Equation 那第二个资料它说 Parameter is 25cm Parameter就是周长 所以是把全部加起来 所以你可以说2x加y加x加y等于25cm 所以2x加x等于3x加y加y等于2y等于25 所以是第二个Equation 接下来的做法就是像之前的example一样 就是照着做就好了 OK,所以我们从第一个Equation 我们可以变成y等于4 over x OK,这个就变成第三个Equation OK,1变成3了 所以我们就写substitute3 into2 现在我们要substitute3去2 OK,所以就是3x加2y变成4 over x等于25 OK,好,那我们substitute进去过后 这个就是我们拿到新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把这个x乘上去 所以就变成3x2加 因为这个是乘x嘛 所以这个是等于8等于25x 所以我们把它弄整起来 就变成这样子过后 我们就可以factorize factorize你是会拿到3x-1和x-1 minus8所以你可以说你的x等于1 over 3 x等于8所以当你找到x value过后 你要找你的y value 所以when x等于1 over 3 我的y等于4 over 1 over 3 所以我拿到的答案是12 所以就变成4x的 Given that the length of AB is 14x, BC is 3y, AC is 15x plus 2y 所以这一条的直线是45x加2y 这个CAB的度数是四分之一π gradient If the parameter of the remaining cardboard is 100cm Find the integer value of x and y 我们先来了解这个题目在讲什么 这个题目说这个ABC的triangular piece cardboard 这个三角形的cardboard的area是多少 840cm2 这个是第一个他给你的资料 the quadrant APB is cut from the cardboard 所以这个APB像一块蛋糕这个 他要把它剪掉把它剪下来 Given that the length AB 他告诉你这条线是14xcm BC是3ycm 然后AC是15x加2ycm 这个啊 然后这个度数是四分之一π gradient If the parameter of the remaining cardboard is 100cm 当把这个像蛋糕一样的形状剪掉过后 它剩余的perimeter就是它剩余的这个周长是100cm 所以就是这条这个青青的青色的这个部分的周长是100cm Find the integer value of x and y 它要你找s和y 好这个是第一个资料 然后这个是第二个资料 你可以写出的两个equation OK 那我们先写第一个 所以它说这个三角形的area是840cm2 那三角形的equation就是 二分之一乘给ab就是它的长层宽 就是14x乘给3y等于840cm 所以我可以减阅掉这个 这个剩下7 所以我可以知道是21xy等于840cm 840 我会拿到40 所以这是我拿到的第一个equation 现在我要来做第二个 它说remaining cardboard is 100cm 所以这个青青色的部分它的周长是100cm 所以简单来说我可以把它变成这样写先 pb就是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啊 然后加bc就是这一条线 加这个cp等于100cm 所以这双条线加起来是100cm的 所以我可以说呃第一个 我可以知道的是cb这条线 cb这条这个bc这条线 我已经知道是3y了嘛对不对 所以然后cp这一条线呢cp这一条线 就是这个最长的ca减掉这个ap 所以这一条线它告诉我 是15x加2y 减掉这个部分就是14x 所以我拿到的答案是x加2y 所以我已经拿到的这两条线了 现在我要找pb 就是这个弧度的这个周长 okpb等于radius乘给它的度数 就是它的radian 所以就是14x乘给四分之一π radian 所以我可以 substitute这个π进去 14x 四分之一 22 over 7 所以七七七七二十四 所以我可以拿到212 224 2跟这个11 所以我可以拿到是11x 所以接下来我把这三条线加起来 所以pb是多少 pb是11x 加bc是3y 加cp等于x加2y等于100cm 好 所以x和x我加起来就剩下12x 加3加2等于5y 所以我等于100 这是我拿到的第二个equation 这样子 from第一个equation 我可以把它变成y等于40 over x 所以现在我就可以substitute 这个第三个equation into第二个equation 好 那我就是拿到12x 加5y是40 over x 等于100 所以现在我不要有这个fraction的 所以我要把这个x乘上去 我就会拿到12x2 加5乘40等于200等于100x 所以在这里我可以除4 整个equation除4 把它simplify除4 我就会拿到3x2 加50等于25x 然后我把这个25x移过来 -25x加50等于0 所以我factorize它 我可以拿到3x-10和x-5 所以我可以说我的x等于10 over 3 x等于5 可是这个并不成立 为什么? 因为它说find the integer value Integer value是没有包括fraction 还是有小数点 所以它是一个整数来的 所以只有这个x等于5 所以只有这个x等于5是成立的 好 所以我把x等于5 少许丢进去 这个 这样子我可以拿到我的y等于8 也就是40 over5 所以我找到8 OK? 所以我可以做conclusion when x等于5 我的y等于8 我的y等于8 from4 chapter4 就讲到这里为止 这个整个chapter的not 希望大家可以用以下的link来获取 大家对这个chapter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pm我哦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教学方式 记得like还有share 还有subscribe我的youtubechannel 拜拜